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可以从有关部门领取一笔数额不菲的银子 事实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清朝时期其人能不能不干活 光领钱得看他的出身来决定 能享受到这一特殊福利待遇的主要是皇族子弟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 中国历来有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传统 如今家族里出了皇帝 那么亲戚自然就成了皇亲国妻 得到点特殊照顾 就是在正常不过了 不过也不是所有皇亲国妻都能不干活 光领钱 首先能享受到这个福利的皇族 得是南京的闲散宗室或闲散觉罗 什么是闲散宗室和闲散觉罗呢 不明思义 闲散也就是没事可干的意思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无意游民 其中闲散宗室侍清 太祖卢尔哈赤的父亲塔克是一脉的后裔 闲散觉罗是塔克氏的哥哥 弟弟一脉的后裔 属于皇族旁之 清朝定顶中元后 皇族的人口成倍增长 规模越发庞大 他们中的少数人承袭了父辈的爵位 或者自己谋到了一官万职 剩下的大多数人既没有爵位可以承袭 也没能力谋到官职 因此就成了闲散人员 这些闲散的皇族子弟大多没什么谋生的本领 在没有爵位和职务的情况下 生计就成了问题 皇帝为了顾全皇家的脸面 自然不可能看着这些皇族子弟沦落街头 因此就给了他们不干活 光领前的福利 官方称为养善淫 按照规定 凡是闲散宗室男性 十岁开始 每月由中人抚发二两银子 从二十岁开始 每月由中人抚发三两银子 同时 每年给你给你四十二五二 凡 凡闲散学罗红带子男性 从二十岁开始 每月由中人抚发二两银子 同时 每年给你二十一五二 前龙年间 北京一个普通老百姓月收入大约是二三两银子 也就是说皇帝发给这些闲散皇族子弟的养善淫 跟当时北京普通百姓的平均收入差不多 解决他们的温饱是没问题 但绝对没有数额不菲的程度 因此 这项福利 其实也就相当于给皇亲国妻的滴宝 虽然他们不用劳动 就有钱拿 可吃滴宝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那么 除了皇族外的其他旗人 生活待遇怎么样呢 答案是 他们得干活才有钱 对大部分男性旗人而言 当兵是唯一正当的职业 只要通过挑削成为正式八戚兵丁 就可以光荣的吃兵响了 清朝的兵响分为坐梁和行梁 坐梁相当于固定工资 高级兵经骑前锋 护军 越响四两 响米军四十六湖 马兵越响三两 响米军四十六湖 步兵越响一两五千 响米军二十二湖 行梁相当于蒋经 在出征时期才有发放 每人每月二两银子 除了月响 八戚兵每个季度 还可以领取纪米一次 相当于现在的季度奖金 此外 八戚兵还有一些福利收入 比如喜事几银十两 丧事几银二十两 不过 上面所说的兵响都有个前提 得是八戚兵才有资格领取 而在和平年代 兵缺没有那么多 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当兵吃黄粮 因此 对于那些补不上兵缺的余丁而言 生活是相当窘迫的 为了维持生计 许多人只好去从事被其人所鄙视的农 工 商等职业 有人说 清朝禁止其人从事这些职业 其实这也是个误解 朝廷并没有明令禁止其人 不得从事什么职业 只是许多其人认为 自己组备都是随龙入关的 不屑是干这些职业罢了 因此 在清朝时期 八戚其人的生活待遇 也并不是许多人想象中那样悠然自在 他们中的大多数 也同样要为生计奔波 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 国家财政吃紧 其人的福利 待遇越来越差 连一些宗旨成员都不得不出来干活谋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关系 安全 健康 看更多责任编辑